见到徐智晴眼都不眨着梦实自己 这个时候 林晚明也都唯有开足脑筋 认真地想想这一仗就怎么打 他想一会儿就说 我们当然要出五元城 但是又不可以碎了突如人的心愿 徐小姐 你说那怎么算好呢 徐智智见到他又神秘地笑一笑 有点生气的 作什么怪呢 还不快点说 那应该怎么决战呢 我看 我们一定要出五元城 但是不是向前 而是退后 将五元城留给突如人 退出五元 听到他这个说法 不单止徐智智智智左右 就连跟他身边的胡不归 杜修远他们都忍不住吃了惊 那怎样的退法呢 你快点说一下吧 林晚宁拿过形象之中的不默子宴 依次排开 徐君师 左大哥看看 中间这个现台 我们当他是五元城 我们和特路人就各在一边 既然这种五元是无险可守 我们肯定是没有死守的必要 所以就这样来看 退出五元 那是上策 嗯 左右点都点图 但是同时他又有点不明 当然应该是退出五元 但是放在我们面前的有两条路 要是继续前进 被特路人以当头重击 要是就退后一段 和特路人互相相持 为什么林兄弟偏偏要选退后呢 是 表面上来看 我们出五元 向前和特路人冲战 又或者退出五元 在后面的平原上面 等待特路人到来 这个 好像都是一样 但是实际上 完全就不同了 如果我们向北 走出五元 在大幕之上 拉开阵势 和特路人冲战 那么五元城 就在我们身后 这样 就会塞死我们的退路 留给我们的重心 就会非常狭窄 如果我们打得赢 这样就算 但是一旦要撤退 以特路人的空悍战斗力 我军临时撤退 这都不是不可能 但是 我们的重型的装备 我们的火炮 这个时候 五元城 就会成为我们撤退的阻碍 等于 自己塞死了自己的退路 这个办法 绝不可取 嗯 所以你提议我大军 向后掠退 等五元城 成为我们和特路人之间的一道屏障 双方 隔城对峙 林晚宁有一些赞赏感 望望随止情 没错 这场仗 是特路人想和我们打 所以 他们一定要通过五元城 特路的骑兵 最多人害怕的 就是万马齐名 排山倒海 突袭而来 这样的气势 但是 这座五元城 就成了一道 天然的减速带 无论你特路的马 有多么神尽 过五元城的时候 速度一定要减慢很多 这样 就可以削弱到特路骑兵的气势 而且 在他们速度减慢的时候 我们的火炮 就可以发生最大的作用 对着五元城 一番狂军难炸 这样 就可以将他们重重挫败 左右这帮人 都是九经战阵的老将 听过一点 即时就明白了 是呀 这座五元城 本身是一座 废弃的城堡 要守它 就很难守得住 但是 如果利用它 要来阻止敌人 那就是阳我之长 攻敌之短 这个办法 认真不错 徐子晴想一会 这个办法虽然错 但是特路人 也都未必那么笨 如果他们查探到 五元城是一座空城 恐怕 他们就不会贸然突进 那不会贸然突进就更好了 我们和特路人 大家就隔着了五元城 你眼望我眼 大家比下耐心 比下耐力 我们有轻轻苦作为后盾 良草可以及时补充 衣食无忧 但老人 派出那么多骑兵来奔杂 远道而来 一来就人困马乏 另外 他们的后勤补充 跟不跟得上 很难说 我们等得到 但是他们就未必等得到 但是,你不要忘记 这六万人马,只是特努人的先锋 后面,他用跟着二十几万的特努精兵 双隔,也只是半日的路程 一旦他们会合在一起 我们在人数,战斗力方面都处于劣势 这样战场的形势,在一瞬间就会发生逆转 那时候,等不到的是我们 林晚宏听到 眼里光芒一闪 没错,军师说得很对 半日的路程,话短不短,话长不长 但是,这样都足够,我们大打一场了 我们如果要打烊这场仗 五元城的地位就更加重要 众人听过敢说,不敢又皱了眉头 你说用五元城,左隔敌人的骑兵 那这样还说得过去 但是,你说要靠这座城来打赢第一场仗 那未免是太夸张了些 不单止左右和于中才不信 就连胡不归和高游都有一些张信张疑 反而是随指情一早就见识过林晚宏的神奇之处 听到他说得这么有把握 面上边不敢浮起一丝笑意 你想拿五元来做什么文章啊? 说来听下,这阵时,刑将里面所有人都一起望着他 林晚宏已经成为了大家的焦点 成为了大家的中心 就连于中才都情不自禁 眼都不眨敢钉索我们在林三哥 林晚宏微微一笑 说到白,我这条街是一点都不值钱 我只不过想用一条有敌之计而已 有敌之计? 左右一听有点失望 林兄弟,你千万不要以为 用小股的兵力守城 就可以引到突炉人来攻 这个办法,你自己刚才都否决了 这个五元无险可守 突炉人来攻的话 也只能稍微减缓一下他们的速度 然后就再没有其他用处 当他们搭过五元 直接跟我军对类的时候 又怎样有敌呢? 左大哥你讲得很对 五元的确是无险可守 这一点大家都明白 但是他绝对不是一无是处 虽然无险而已 但是如果我们跟他制造一些险出来 那就可以了 他真的越讲越离谱 这座五元城 又矮 你自己都讲过了 有些城墙又破败不堪 被人 那些马匹一约 就已经可以一约而入了 你还说要跟他做一些险出来? 怎么做法? 大家真的被他吊足胃口了 林晚明说 打仗呢 就要用最狠的手段 突炉的骑兵虽然厉害 但是我们大话都有一样独一无二的宝贝 使得突炉人 闻风丧胆 火弱? 你说的是火弱? 徐子晴果然是最聪明的 林晚明稍微一点 他就已经明白了 哎呀 真是一言惊醒梦中人 左右于中才他们 那才仿然大悟 是啊 这座五元城 是一座在平地上的堡垒 除了埋炸药之外 你还可以怎么样 做到一些险出来呢? 这条街随子晴一讲穿了 真是一前不值的 但是 在这么复杂的战事当中 又有哪几个 可以想到这条这样的街呢? 这个半路出家的林将军 那些思维 果然救了天马行空 开阔之极 没错 就是炸药了 林晚明长长地吐一口气 但愿 在五元城 战死的大华英烈 他们不会怪我们 又用炸药 去毁坏了他们的遗体 哎呀 怎么会呢? 胡不归一听到可以打赢这场仗 他的面都不知道多么兴奋 谷得红了 如果真是能够将突路人 杀到人阳马翻 那些老兄 恐怕会爬起身来 叩头多谢你卖炸药 哎呀 林将军 你个人啊 真是 你那个老子都不知道怎么生的 怎么什么计 你都想得到的呢? 哈哈 我老子真是服了你啊 各个将领都面露起色 因为这条的确好计 但那些一起点头 显然 人人都赞成林将军的想法 大营里面 一下子的气氛就轻松了很多 但是徐芝晨的笔景深誓 他再仔细地想一想 火药我们有大把 如果真是能够以小谷的部队 将突路人引诱入五元城 我军炸败的时候 退出五元 那突路人一定会窮追不舍的 这样突路人就会被隔城三折 到时 他们一部分就在五元城里面 一部分就追了出来城南的 还有部分是留在城北 一旦火药点着 就可以隔断北面敌军入城 而城中和追击的两部分敌军 就会成为我们的郎中之物了 经过徐芝晨再将这条街 一世化分析 众人敢先领悟 原来中间还有这样的玄机 如果真是可以顺利实施的话 我们大华的第一战 就必性无疑了 看来 本来一无是处 毫无作众的五元城 比林万荣这只妙手一点 反而成了这一战的关键 众人真是一种 拨开迷雾 见清天 豁然开朗的感觉 如果这一战真的打赢了 他一定会成为 大华战争史上的经典之战 万古流芳 想到了这条破敌的好计 徐芝晨的心情都轻松了很多 看着林万荣 笑容都无微起来 林将军 我这样安排好不好呢 你还有什么补充呢 给你说完 我还可以补充什么呢 我唯一担心的就是 那个什么突努猛将 老以 以老 不知道他叫什么 笨将军 那个突努猛将 叫做老以索哈 是 是 真是 好鬼巧合的 什么 老以索哈 胡大哥你记性就认真好了 我就担心 这个懂得吃狼肉刺身的什么索哈 没胆 不敢入城 那就真是认真无忍了 徐芝晴点点头说 这个老以索哈 那是巴德鲁手下三元猛将之一 为人非常娇惑 有什么他不敢做的呢 但是 这一次 守卫五元 引敌深入 难度非常之大 如果一下子处置不当 那自己就会身陷重围 所以 坐镇五元的 就必须是一个致勇兼备的大将 不知道哪位将军 愿意承担这个重担呢 一下子 整个形象都沉静下来 徐芝晴讲的没错 这一战 最关键 就能引有敌人深入 但是 担任引有敌人的这支部队 他首先 就要面对着 六万突奴骑兵的疯狂进攻 而且脚底又埋着火弱 一下子处置不当 肯定又会灰飞掀灭 谁敢轻易说自己 可以坐镇五元呢 徐芝晴的眼光 在大家的面上一一数过 似乎在问中人的意见 林曼荣看一看 干咳了两声 要是我去啦 反正这条路是我提出来的 没人比我就更加合适的了 不行不行 胡不归就是说 林将军 乃我们右路军统帅 他一个人关起全局 怎么可以轻易牵涉到危险之中呢 启敏军师 没将胡不归 冤枉 没将杜收冤冤枉 右路军接连起了两个人出来 为主帅分忧 林曼荣是认真有面子 林曼荣小笑话 两位大哥何必跟我争呢 我们哪个去都是一样 这边左右的面色就不是那么好看 他黑着面 向手下众人望了眼 御仲才望望 徐芝晴娇笑的面旁 眼里面不禁闪了一丝迷恋的神色 咬咬牙 大声的嘛 体品军师 没将冤枉 嗯 一是没人出声 一是突然间来了三个人 徐芝晴游住了一下 向左邮和林曼荣说 以两位将军之见 派哪个人入住五元比较好呢 左邮想一想一说 三位兄弟都是我军的动良之才 派哪个去 一定都可以不欲使命 任凭军师决断 徐芝晴点了点头 又望了林曼荣一眼 显然在征求着他的意见 林曼荣又望望胡不归 又再望望杜修元 杜大哥善于想计 胡大哥善于弓箭 但是这一次 我们的重点是要引诱敌人 不是为了打赢这一掌 所以最紧要是个考字 我建议 由杜修元带一万骑兵 入住五元 随止请想一想 好 杜修元听令 没将在 命理 令骑兵一万 驻守五元 灵活出击 无必要引诱到路以索哈攻城 乘破之时 不准乱战 即刻撤退 遵命 杜修元大海声 接个令牌 于忠才听令 命理 令一万骑兵 负责接应 杜修元撤退 不得有误 得令 三军将士听令 明日的第一战 是我大华阳眉吐气之时 希望各位 一定要阵营严谨 号令听从 林三 你为先锋 左右 你守左路 中路棍 阵守右路 进者上 去者斩 全军一心 勇往直前 誓将突路人 斩于马下 是 誓将突路 斩于马下 忠将齐齐认一声 就告辞出迎 各自准备 黄昏 看着各自 已经是整队入列的士兵 林晚明 眼角有点湿 大战一触即发 明日那场仗之后 他面前这些年轻的生命 又有多少会继续流下来 又有多少会葬生 在这片黄沙之中呢 唉 清雪 大小姐 灵仙子 安姐姐 一个又一个女子 好像 在她面前浮烟 她忍不住 用手指 在沙地上面画起上来 一个个 她思念的女子的面旁 在沙地上面出现 又被不断飞舞的沙尘 将她面前所画的画像覆盖 你做什么 你做什么呀 忽然间 女子的女子的粉红色的衣服 都不记得军队里面 都不记得军队里面还有女人 你做法处置的嘛 随子 看着天空 他将双手捧起了细沙 轻轻一松 任由那些轻沙慢慢地落在自己的衣裙之上 她的沙粒 透过一件裙 洗到 整件衣服上面 染上了一层淡淡的黄色 她双手 不断地捧起那些沙 又不断地将那些沙 洗在自己的身上 眼角 忽然间有点湿了 徐小姐你做什么呀 用那些沙来洗衣 我真是第一次见到的 这个叫做撞沙 在外的人传说 凡是痴心的女子 穿上自己最漂亮的衣服 将自己 葬在这片滚滚的沙尘之中 那上天就会给她一个承诺 将她一生的思念 化成沙漠里面的一粒轻沙 太深了 我都听不明白的 你知不知道 塔克拉干沙漠啊 知 离开这树没多远啊 每一生的思念 上天都为她撒下一粒沙 于是就有了浩瀚的塔克拉沙漠了 你说 在世间上那些痴情女子的思念 有多少呢 唉 林满榮叹一口气 望实隋之情 她 有点呆住了 大家俩 我让你放下来 谢谢大家 我让你放下来 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